同文兄弟为何性格久异 一辆电动 这加速也不行 你还是怎么这么颠呢 一辆插回 这油耗也不低 软一还是软二 这谁想要选T 你干嘛 再次 不除 是人性的领区 还是道理很严丧 欢迎走进本期天使 有一个姑娘前来买车 生意行吗 你们哥俩 我想要一辆20来万电动车 大概要多少钱 大概20来万 model 3怎么样 好呀 我们没有 小帮PC也不错 好呀 PC也没有 烦死我 那你们有什么 那你可问对人 我们有汉 很多大汉 众所周知铁锈是一个重粉的大好 你们想要看汉 我们就拍汉 老铁们都把排面打在公屏上 这次我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首先看看比亚迪这台非常火热的旗舰级车型到底够不够够 第二呢 看看DM跟EV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应该怎么选 所以说老规矩 选一还是选二 对对对 还没到这一步呢 咱们先看看两台车的基本情况 哎呀太磨叽了 直接上结论 我们坐的两台汉呢 绿色EV是单电机的超长续航版豪华型 制造价22.98万 黑色DM是四驱性的满豪华型 制造价21.98万 作为20万级别的自主性能源轿车 无论是EV还是DM 它们对于豪华感的营造 其实都是非常到位的 哎 就比如这座椅 空间够大 靠背够斜 填充够软 面料够顶 坐在里面啊 甚至有一种做天赖的错觉 哎呀 这段吧 我说它好 你就说它不好 它综合起来 要不然观众由我们恰饭了 懂吧 嗯嗯 就是然后后面这段楚楚的剧情 得多一点 它情绪得释放出来 让它多表演一下 然后观众呢 喜欢看这种 它不喜欢看我们两个大男的 懂吧 就在说话呀 哎 怎么回事啊 哎我的天呐 你对一个剧本还能睡着 哎 你们俩还拍不拍了 又比如说 隔音 在统计当中完全是出类拔萃的水准 可以说是德系之上 比肩美系 远超日系 如果说80公里时速下 亥的隔音是这样的 小楼小熬吃饭啦 哎 来来来来来来 那么CC就是这样的 小楼小熬吃饭啦 啊 吃饭啦吃饭啦 待会儿 203家呢 是这样的 再比如说 汉DM的底盘收入性 跟它的座椅非常的匹配 可以说是比肩日系 日系 啊 那至于汉EV呢 我们后面再说 如果说在时速100公里的高速上 汉的滤震效果是这样的 那么CC的滤震效果就是这样的 而03家的滤震效果是这样的 经过滥露时 汉是这样的 CC是这样的 而03家 还比如说 在电量充足时 汉DM输出平顺 动力强健 汉EV输出平顺 这加速也不行啊 效果还不如以后 嗯 平顺 如果说平地加速 汉EV的效果是这样的 那03家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这些都很合理 但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汉DM的效果是这样的 一个字 真绝了 好 刚刚我们展示了一个标准的下范模板 那么接下来 就是我们粉丝专属的付费内容 比如说 后排座椅是真的舒服 但是前排座垫是真的短 我们对比了03家 CC和汉D前排座垫 可以看到 汉D的座垫要比前两辆 明显少了一大截 诶 试了这么多连车 头一次见 这个级别车 前排座垫比后排短的 果然是豪车设计 这车隔音是真的好 但是这个音响嘛 我不知道11扬声器的版本怎么样 但至少这个8扬声器的版本 是真不咋的 来来来来来来 上车 我给你看个宝贝 进去就知道了 你干嘛 你看这林俊杰的新歌 可是要投币才能听的 但我已经买过了 今天就算我请你 而且你看这车的雅转型8个 在做工多好 你听这音质 还有吗 可怜 对 还有 对 就这 而且汉DM原地再速时 发动机声音格局很好 但是启动的动作非常惊人 这是普通燃油发动机的启动效果 来了 而汉DM 同时它的亏电油耗 也没有体现出什么明显的优势 基本上都在七八升这样 那究其原因 是因为这套DM双模混动系统 有点过时了 工作逻辑比较死板 效率不高 解决方案也很简单 只要出一个DMI版本 我把话撂着 只要汉出DMI 我立马就 而且我发现 汉的人体工学设计确实有点问题 它放下盘真是歪的 它不是位置歪 而是向蹲扭 我一上车就会这样开了 这就会造成某种严重的后果 走 初初 今天我送你回家 不要你那个渣男了 你就这么嫌弃我 不是 不是 他这个 我就知道你还忘不了小童还有小男 我不要你送我 哎呀 不是 他这个方案盘是歪的呀 再见 小鸥 初初 关键你歪没关系 你得歪对方向啊 你看人家奔驰往右歪 哎呦往这一靠 那不就 哎 离我远点 说到这儿 相信你们对两车已经有一个基本了解了 那回到开头的问题 EVDM价格差别很小 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那肯定是选DM的 你看它虽然说缺人一大堆 啊 长得还丑 但是它没有里程焦虑 性能还更强 还便宜一万块钱 要我就选EV 你看 比DM好看 动力输出更平顺 不过像DM一样 煤电脉龙虫 还没有发动机闯动 但是汉EV刹车卡脚啊 而这让DM他只蹭一蹭 他不卡 你能真的能卡住啊 啊 卡住 这都卡上的吧 还吃的 所以我在这给个建议啊 就这种鞋满大约43 还特别喜欢穿这种大根篮球鞋的 最好是不要开就可以了 其实这两辆车的刹车成绩是差不多的 但是用起来的感受呢 就是EV它的刹车脚感要更敏感 更现实一点 而DM啊 就总感觉刹不住 得用力的踹 如果你对刹车这方面比较要求高的话呢 建议买性能版 百公里到零刹停距离33米左右 杠杠地 但我看你这个引擎盖 好像也比EV高那么两厘米啊 两厘米 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这样的话 反映到车外的路面上 那不就是差了一米多的盲区了吗 我们在两辆车上 用相机模拟驾驶员的视角 可以清楚地看到 汉DM的视野盲区 大概比EV多了这么多 行啊 这么点差距都被你发现 但是 这两辆车的底盘调校 可谓是天差地别 同样是两吨车中 三根连改 四个轮子 五个座位的大汉 DM它底盘就偏向舒适 而EV就会更生硬一点 感觉各种小电宝 都能传进车里 跟它的定位就有点不大符合 有这么夸张吗 我再试试点 哎 小不对劲啊 咋的 这底盘是不是那一位舒服 但是我怎么感觉开起来 这操控笨笨的呢 就感觉好像 尾部重量分配过多 不应该啊 其实比亚迪汉这个车 最火的那车已经过去了 但它现在依然是中国轿车的门面 对于豪华质感的营造非常到位 输出质感顺畅 乘坐质感舒适 说它是国货之光 没有问题 不过正是因为期望很高 所以我们对汉的要求 一直非常苛刻 变得更好了 我们很欣慰 发现了缺点也不能忽视 不过向上突破嘛 总归是要经受考验 茶缺不漏 无限进步 这才能成大事 我们相信比亚迪是可以的 我们不是那种大型的测试机构 所以说只能给大家展示 我们自己的一些真实体验 一些夸张的成分呢 只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但是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体验 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还有兴趣 谨慎地做出选择 毕竟买车这事吗 没有标准答案 没错 我们可能做不到那些测试机构 那么极致的专业和严谨 但我们有信心 让你们带着最轻松的心态 看完一期视频 学到一些东西 如果我们的体验和观点 对你们产生那么一点点的帮助 那我们就是很荣幸的 那我们希望 你们在看完这期视频以后 除了快乐 什么都不要戴上 除了三连 什么都不要留下 那么剧情进行到这儿呢 不出意外的话 差不多该出意外了 对 我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楚楚 楚楚 楚楚那是练达伊威还那扔着呢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马上就要开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记得一键三连哦 拜拜